中秋节即将来到为了帮助独居老人以及弱势家庭 花林酒家民产业者不为疫情抛砖引玉 延续第七年公益捐赠汇聚爱心月饼近2500颗 由花林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社工 分送给花林县内超过600名的个案 期盼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多一点爱多一点温暖 月圆人团圆为了替独居老人和弱势家庭尽一份心力 花林酒家人弃名产业者阿卜多治国工坊 杜伦先生 吴家饼铺 丰心饼铺 花林馅饼 阿美马蜀 正和记米马蜀 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回篮鼠道 持续第七年在中秋出货繁忙之际不忘做爱心 汇聚近2500颗爱心月饼陪伴长辈过家节 有去过理想大地吃饭在警局的时候 没有问题 还有这么多人没去 那个蔡执行长 我们是不是带所有的长辈 都去理想大地吃个饭 这个梁董事长 应该是自己的 这也不错啊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建党美食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就是我们的梁清正梁董事长 然后他也是 这个活动其实发起了 感谢老家他长期的在关心我们花莲的一些老人家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会员 特别是我们这些业者 大家都很愿意支持 甚至于我跟我们的协会的民主长 那建议说我们应该是可以永远支持这个活动 不管这个协会的一个运作怎么样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很善心 很有爱心的这些业者 我募了将近两千多颗 那将近会有我们老家照顾的一些边缘 弱色长辈的个案 受惠将近有600多个个案 那我想我们将花三个礼拜的时间 亲自把这些各家各店家的特色的月饼 送到我们全花莲县的各个受助的个案 执行长蔡志全感谢酒家业者 自203年开始的爱心捐赠 小小心翼陪伴长辈过中秋 也由于疫情影响 使小额捐款停滞 对中小型规模协会单位的营运雪上加霜 目前仍有许多失忆独老和贫困家庭待任养 期盼各界发挥爱心 一起帮助弱势长辈得到最基本的照顾 爱心专线038-330-522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